西 军演讲故事 联媒播讲 花木创作的长篇都市言情小说剧 九十九亿闪婚 豪门总裁夜夜忙 第六百七十集 当下只有一个念头 那就是一定会好起来的 宋卿尘坚定地重复着孩子的话 对 一定会没事的 小包子又伸着脑袋去问前面的宋把比 把比啊 你说大白叔叔是不是一定会好起来啊 麻烦 把比再开车不可以打扰把比哦 他们还没有完全离开山路 而且眼下天色有点暗了 宋卿尘担心会影响到他 有麻烦的平安果和幸运物 大白叔叔一定会没事的 季正廷腾出一只手在小包子的脑袋上摸了摸 小包子总算是露出了笑脸 坐回椅子上翘着二郎腿 没错 麻烦会保佑大白叔叔快点好起来 还要保佑大白叔叔早点找个漂亮阿姨 然后是跟小妹妹跟我玩 臭小子 就知道小妹妹 圣诞夜 原本一家三口约好一起吃饭 带孩子玩耍 结果 被一个人的到来打乱了一切计划 应雪儿得知季正廷圣诞节还在工作 便直接找到了公司来 只是 刚到楼上 就遇到几个季正廷的员工 其中一个 正是季正廷的秘书之一 只听到他们几个人 一边走一边聊着天 哎 你们注意到了吗 季总不知道什么时候已经带上婚戒了 看样子 真的是好事将近了 对对对 我也看到了 而且那款戒指 还是上个月刚出来的限量款婚戒 据说 全球只有七对 价格好像剩益呢 这些都不是重点 重点是 总裁夫人到底是何方神圣 我怎么看到刚来不久的宋设计师手上 也戴着和总裁手上同一款戒指 而且两个人 好像都是同一时间戴上的 哎 你们说 前段时间有人传总裁和宋设计师在电梯里面 暧昧挑情的事 不会是真的吧 我看没准是真的 不然谁敢拿大总裁来瞎说呀 除非是不想干了 这个宋设计师可真不是一般的人物 才来半个月 就把我们总裁给拿下了 要知道 那个应选儿死皮赖脸 缠着咱们总裁三四年了 眼看就要修成正果了 却不想 半路又杀出个陈咬金来 他要是知道的话 怕是要躲在家里哭个几天啊 没准现在就已经躲在家里哭起来了 几个人说得正起劲 完全没有看到站在那儿的硬雪儿 等有人发现的时候 脚步猛地顿住 脸色刷得白了 其他人注意到不对劲的时候 也看到了满身力气的硬雪儿站在那儿 大家伙都面面相去 最后都缩着脑袋离开了 硬雪儿握紧双手 绷紧牙关 站在那儿 酝酿了好一会儿 才将内心的惊涛怒浪 给压了下去 在心底案子发誓 不将纪正廷抢到手 他是不罢休 收起多余的情绪 他踩着高跟鞋 朝纪正廷的办公室走了过去 硬雪儿站在门口敲门 进来 纪正廷的声音传来 硬雪儿推门走进去 纪正廷正在忙手中的工作 连头都没有抬一下 只以为是秘书或者是高星 大盲人 今天这样的日子还这么忙啊 硬雪儿被当作了空气 心里自然是更加不爽 不过开口还是含笑的语气 纪正廷翻文件的手顿了一下 排眸看到的不是秘书 也不是高星 而是硬雪儿 面色不由而然地 沉了沉 以往 他来的时候 都会提前说一声的 你怎么来了 想你了 就来给你个惊喜 这句话说出来 硬雪儿只觉得是在打脸 纪正廷只怕是三五年不见到他 都不会想起还有自己这么个人 又谈什么惊喜 我今天很忙 纪正廷重新进入工作状态 这么明显的逐客令 硬雪儿不至于听不出来 知道你很忙 所以就主动来看看你 晚上有什么安排吗 硬雪儿说话的时候 已经走到了他的身边来 靠在他办公椅的扶手上 长臂搭在他肩上 我在工作 请你注意点形象 纪正廷的语气量了几分 他没有推开硬雪儿的手 而是让他主动离开 硬雪儿过来 就是要确认一下他手上的戒指 没想到这是真的 手扣得紧了紧 他大胆地伸手过去 握住纪正廷戴着戒指的手 戒指不错 我的呢 纪正廷放下手中的文件 面上冷沉 显然是不耐烦了 他也没有将手 从硬雪儿的手中抽回来 只是瞥了眼手上的戒指 眼底的眸色柔了柔 不过只是一瞬间 眼底的柔光便被冷意代替 我想你是弄错了 我们之间根本就没有婚约 还有 有件事要告诉你 有什么事晚上见面再说 我现在有事要走了 硬雪儿打断了她的话 忽然从她身边离开 打算要走 纪正廷却丝毫不给她面子 晚上我没空 说句话的时间都没有 纪正廷不语 事实上 她晚上确实没有空 已经答应陪小女人和孩子 一起出去玩耍 纪正廷 就算看在我等了你几年的份上 给我一个交代过分吧 硬雪儿满脸受伤地看着她 眼泪在眼眶中打转 纪正廷满着唇 依旧是不语 晚上我在视觉等你 硬雪儿不给她拒绝的机会 丢下话便走了 她知道 纪正廷即便是再狠心 她也不是一个无情无义的男人 硬雪儿肯定 纪正廷她一定会来 而且她现在迫不及待地想跟自己结束那段不清不楚的关系 所以她更加会来 硬雪儿从纪正廷办公室出来的时候 突然看见一道熟悉的身影 宋卿成 硬雪儿打了个机灵 她扶着墙叫了一声 哎呀 宋卿成刚从卫生间出来 准备回办公室 便听到这样的声音 本能的行声看了过去 一眼就看到扶着墙的硬雪儿 她 又来找纪正廷了 宋卿成走过来询问 硬小姐 你没事吧 是你 硬雪儿看到她 还扬装出很惊讶的样子 宋卿成笑了笑 看了眼她的脚 疑惑地问道 你好像是崴脚了吧 没有 就是腿有点软 硬雪儿 害羞地说道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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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